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那么这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那这一周呢我都要来谈一个 因为过去上周啊跟上上周 我谈的都比较是属于企业层面的问题 在上上一周我谈的是 如何超前部署你的新人财库 那是9月号哈佛商会评论的封面故事 在上一周呢我是分享ESG 这个企业必须要注重环境社会 以及公司治理这个永续的层面 所以这两个议题呢 是比较企业构面的问题 那么这一整个礼拜开始呢 我要分享的是属于比较个人层次的 不管你是在人生或者是职癌的哪个阶段 这一系列的这个礼拜 我要谈的这个个人的层次的问题 其实也很适合各位听众哈 来关心跟了解 那么今天我要先破题一下 就是我要介绍一个新的关键字 这个我也是看了这一篇文章才学到的哈 那么这一篇文章 介绍一个关键字叫策略性耐心哈 那他在指出说 如果你的具备这个策略性的耐心呢 会对你的指癌的发展 可以有机会 会比较容易突破一些指癌卡关的状况 然后让你呢 可以慢慢的或者是循序渐进的 往上升迁 往上发展 那达到你理想中的状况 那么在我真正介绍这一篇文章之前呢 我来再深度的来谈一下 我这一整个礼拜要分享的主题 那么事实上在哈佛商业评论呢 杂志里头 我们有一个相当热门的栏位 叫做自我管理 其实它是针对职场的 或者是人生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你怎么样做好你的管理 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工作 所以其实这一个栏位 不管是企业主 高阶主管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 或者比较资浅的员工 其实都是一个 很多我们的核心读者 都蛮喜欢的栏位 那么因为它会指引你说 在职癌也好 或在人生也好 在不同的阶段 你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 我要来介绍 九月号的另外一篇文章 九月号内容真的很丰富 介绍不完 那另外一篇文章是谈 职癌卡关 不想努力了吗 这是我们这篇文章的标题 那么这篇文章 其实也蛮引起共鸣的 其实我们的同事也好 我也好 个人也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阶段 在甚至每一年呢 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卡关的状况 那么有时候卡关呢 会让我们这个 无所适从 或者觉得很沮丧 那甚至有些人呢 遇到这些瓶颈呢 他就会觉得说 不如回家 保护 宽宽 回去吃鸡 很多人就 就是一挫折 就想离子算了 离开算了 跳槽算了 或者是换行算了 或者是甚至呢 就不想工作 反正现在很 可以 蛮很多人回家呢 很容易可以养活自己 所以很多人就 就碰到子癌卡关呢 就容易放弃 那么这篇 作者的 主要就在谈说 遇到这种状况 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这一个文章的作者 他叫 多利克拉克 多利克拉克 他经常在我们 哈佛商业评论上 写文章 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作者 也是出版了好几本书 据我了解 应该有四本 那他 这也是一个蛮知名的教授 在美国的 Duke大学 杜克大学 担任这个教授 那么在这一个领域呢 蛮专业的 那我们现在这一篇文章 直哀卡关 不想努力了吗 其实也是 从他的一本书 再延伸出来 他的新书叫做 人生的长跑 The long game 其实他就在说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 不管是你的个人生活 还是你的直哀生活 其实都需要一些毅力 跟恒星来经营 因为沿路呢 都很容易跌倒 很容易筋疲力尽 很容易觉得 别人都跑在我的前面 我是不是比人家落后了 很容易觉得说 我们不如人等等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挫折 然后你甚至会觉得说 干脆放弃算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些心情 那么所以他这一篇文章 就指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策略性耐心 如果你具备策略性耐心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面对这些挫折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会在职场上面临挫折 是一种比较的心态 比如说你会觉得 明明是同梯的同事 好像他的升迁比你快 或者是你常常在看报道 或者是看一些故事 说哇有人30岁左右 就非常有成就 他已经是一家 新创了一家公司 非常成功 或者是得到一个什么 很了不起的奖项 或者是已经当上了 非常高阶的主管 但是你也30几岁 你就觉得说 哇我是不是不如人 所以其实很多挫折 是来自于这些 好像在升迁的路上 跑得比别人慢 或赚钱赚得比别人少 感觉起来你会觉得很挫折 但是他这里举的很多例子 就是说 其实你不要忘了 这些跑得比别人快的人 或者是常常会在媒体上 可能被歌颂 或者是被赞扬的人 其实都是少数 可是因为媒体就会报道这些 你就觉得好像每个人 都是那么的厉害 所以呢 你老是跟这些人比 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人 但是呢 这克拉克教授 他在这一篇文章 他就举了蛮多例子 说其实很多有名的人 其实他在他们人生的阶段 或者他们执爱的阶段 其实可能都到中晚年 才开始发光发热 在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 甚至四五十岁以前 其实也是跟一般人一样 感觉是没有很有成就啊 也是云云众生的一份子啊等等 所以他就举了像 比如说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影响当代艺术家 是保罗赛上 那连大画家 大艺术家 毕卡索都称他说 他是我们大家的父亲 可是这个赛上呢 一直到四十五岁以前 都还不是很有知名度 而且他自己也觉得 好像我混得很差 我干嘛还要再做这一行 对自己也是充满了怀疑 所以呢克拉克教授 用这些例子来说明说 其实职场是一场马拉松 你不要老是看到 别人快速成功 所以你因为别人的快速成功 而给你挫折 而给你挫折 你就想要放弃 所以呢 到底什么是策略性耐心 为什么具备策略性耐心 可以让你比较容易 应付职场卡关 我接下来就来跟各位做说明 首先呢要培养策略性耐心 你必须要一个认知 其实所有的成功 都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他可能需要的时间呢 比你认为的还要长 比如说他这篇文章 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贝佐斯 曾经跟亚马逊的股东 说了一个故事 他的朋友找了一个教练 来教他如何道理 学习道理 那教练跟他说 大概很多人都以为 大概学会道理 大概两个礼拜就够了 但事实上呢 要六个月以上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认知 我们以为应该很快啊 但事实上许多人的成功啊 他是让你看不见 他背后有多用心的 所以差了十二倍 如果以这一个案例的话 或者是说 很多人会认为说 好像别人的升迁 一下子 好像别人在养小孩 痛快 一下子就长大了 好像你以为他一年两年 就爬到一个非常高阶 事实上呢 他这可能时间远远超过 或者他下的功夫呢 远远超过你认为的 那么的容易 事实上呢 你可能要 假设说你要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 或者是你观察别人 变成团队领导人 可能你都要一个正确的认知 就是说 你必须要多少次 多少次的绩效评估 都是最优异的 你必须累积这种优异的绩效评估 而且你必须要累积说 你有管理过好几次的大型专案 而且成功的经验 以及你必须要累积 你已经谈下好多个 这个关键的客户 而且都成功 换句话说 成功是慢慢累积起来的 而且他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如果你具备这样子的认知 你就不会太毛躁 或者是太认为说 我应该很短的时间 我应该35岁以前 就要什么累积1000万 或几岁以前 就要做到哪一个职位 你可能要想那个目标之前 先了解你需要哪些KPI 比如说你必须要 玩几个大案子 而且是可以复制的 然后完成几个大客户的谈判等等 然后慢慢累积你的经验 那你就需要时间 然后你还可以爬到你职场的 比较理想的目标 总之第一个 让你累积策略性耐心的做法 就是你要认知 你需要时间 不是一处可乘的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在止癌的过程当中 我们往往只会去注意到 比如说比较大的变化 忽略了说 其实我们的整个止癌的过程 是一步一步的小小的胜利 小小的快乐 或小小的突破 它所累积起来的 换句话说 我们不要只去关注说 什么时候会下大雨 而是你要注意说 平常我就有一点点小小的突破 一笔小小的订单 一个小小的客户 一个小小的称赞 你就要把它累积起来 累积起来 那就变成你成功的一个垫脚石 一个基石 那么他这边也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现在都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在抢疫苗 那mRNA这个技术 现在就变成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是莫德纳也好 或BNT疫苗都采用这个技术 可是这个技术的研发者 是一个女科学家 卡洛林·卡利克 她事实上当初做这个研究 花了40年 在这40年里 还没有新冠肺炎疫情 以前还没有这个BNT 跟莫德纳这个研发之前 其实他的研究是不太受重视的 大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研究好像不是主流 然后也不知道干嘛 但是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而且常常中间有很多次 都募不到金钱 找不到资金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直到65岁 才向世界证明说 他的努力是对的 所以当你在挚癌的过程当中 这边注意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你要注意一些小雨滴 不要只关心大雨 而且你要认知说 有的时候寂寞 有的时候孤单 可能也是很正常的 不要把它当作是非常了不起 然后非常严重 然后你就一定要离开 或放弃 千万不要这样想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要用正面的态度 来对待这个人际关系 其实我们常常把自己跟别人比 就像说我们说太太老是比隔壁的先生 是不是赚比较多的钱 开比较多的车子 然后就不满足 一样的我们把人际关系的比 不要老是跟人家比 我是不是比他升千块 我是不是比他这个得老板的宠爱 或是比他这个薪水多 不要老是再去比这个 然后让自己很沮丧 所以事实上 因为你这样比 就会让你变成 每天都是一个负能量 这边强调是说 你应该从人际关系里头 得到的是正能量 比如说别人哪一个地方 做得比你好 你是应该反过来 不要去嫉妒他 或者是不甘心 那就会变成一种负能量 而是你要去看别人 他到底怎么做的 他做事的方法也好 或者他成功的方法也好 你去学习他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正能量 这个可能是蛮关键的 比如说他这里就提到 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 有些同事很恶心 他是因为其实没多大本事 他就是只是会讨老板的欢心 然后所以讲话就会很酸 你对这样的同事私下 就会觉得不甘心 他根本不是靠实力 他是靠这个狗腿 伸上去这个职位 你可能会很不甘心 不过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想说 这个你认为狗腿的同事 他花很多心思在向上管理 他到底向上管理 有什么你值得 当然有些你觉得很恶心 你做不出来 那当然就你很难学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方法 向上管理的沟通等等 是你可以学的 所以你把这个嫉妒也好 羡慕也好 或不甘心也好 转成一个你可以学习的正能量 那这对你是会很有帮助的 那么在职场里头 其实人际关系真的是很关键 无论如何你都会有同事 你会有部署也好 你会有上司 所以如何向上向下 跟平行之间的交往 然后让他变成是 对你是加分 而不是扣分 而不是对你 每天造成一些负能量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关键 可以帮助你卡关 通过考验的方法 那么第四个重点就是 不要轻易地改变你的目标 因为有很多人 他做了这个工作卡关 他就觉得 我可能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他就去再换另外一行 然后再换另外一行 以后又觉得 这个可能又卡关了 然后又觉得 可能这个不适合我 然后又换一行 所以他永远都是在 重新开始的过程 那其实这个就已经 上司的整个执癌 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就是说 你在原来的这一行 你慢慢累积 原来做业务 现在做设计 现在在做管理 现在在做什么 它是一个累加的过程 而不是一直在那边 重开机重开机 从开始重开始 那这样你执癌的卡关 会永远有关 然后永远过不了 然后永远要重新开始 这也是一个重点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 你要方向正确 如果你找到一个方向 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你就要持续的坚持下去 那在这里呢 这篇文章的作者 克拉克 他其实也举自以为例 他其实他是在这个 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决定说 他以后想要当大学教授 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这样决定 但是很不幸 他大学毕业之后 他要去申请念博士班 结果竟然没有一个学校收他 所以他后来就退了求其次 他先去当记者 那么他从这一份工作 建议了许多的人脉 然后后来呢 他就取得了一个兼差的机会 到当地的社区大学呢 去教大众传播 因为他是记者嘛 后来呢 他就慢慢地朝他的目标迈进 所以今天呢 终于已经变成杜克大学的一个教授 所以他就是坚持自己的目标 那也没有轻言放弃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克服他人生的一些 直爱上的一些关卡 关关难过 关关过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策略性耐心 所需要的五个元素 希望呢 各位听众呢 好好的去想一想 我不知道你现在 是不是有处在 人生的直爱的卡关阶段 那么事实上 我觉得卡关是很难免的 我也常常跟同事说 这个在每一个阶段 在每一个专业的过程当中 在每一个职能的 要达到最顶尖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有很多的 假设你需要具备五种技巧 你每一个技巧呢 你在磨练的过程当中 你在追求完美跟专业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技巧都可能会卡关 所以你一定要具备这个 如何突破关卡的一些智慧 来处理这些问题 那以上这一篇文章呢 就是策略性耐心 就是教你怎么处理 这个卡关的智慧 那你要好好的去体会 那应该对你是会有帮助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那明天呢 我们还会有更多 有关于直爱卡关 或者是直爱发展的一些 个人自我管理的文章 跟各位听众来说明跟分享 那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现在就订阅 并且到说明栏 看更多的管理观点 管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 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triblew.hbrtaiwan.com 订阅数位版 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创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